海大人 切勿心烦气躁 听我说完 你想 这被卖去青楼的 都是家里受灾最严重 最穷的地方的子女 而逛得起青楼的 都是秀水州有钱家的蠢货 男人一起逛窑子 感情最容易沟通 你们假扮客人 去逛窑子 跟美女谈谈心 跟有钱的客人套套近乎 顺便了解一下 秀水州灾情的真相 还可以打探 张太爷的所作所为 越详细越好 王爷 所有物资都已准备妥当 十年间储备的粮食 共计五千万代 请王爷过目 朝廷官员募捐的银两呢 十万两白银 悉数在此 那你告诉我 我该做什么 等待时机 启王接下来 还会有许多行动 都是以出卖朝廷利益 来达到他谋逆存位的目的 将军 你少安无躁 代我理清所有的证据 你我共同联手 重回战场 再为叶老将军报仇